字幕提供 各位朋友大家好 又是《樂報》我不講場會面的時間 我是余榮陽 同樣身邊有鄭仲暉 Yusan 你好 大家好 今早中午 老同學聚會 和小學同學聚會 其中有位同學 她的妹妹 和我的朋友是兩夫婦 她的妹妹是李妙榮女士 我的同學是陳偉政先生 他們兩位是很值得說的 因為大概在70年代 有一個澳門很有名的 專門培訓舞蹈 和演出的雲龍舞集 她是雲龍舞蹈團 雲龍舞蹈團 雲龍舞蹈團 你可以說 我大膽說 她不是很高的藝術水平 但是她很投入 而她能夠推動到藝術方面 去到一些不錯的層次 其中陳偉政先生 她也有演出 因為她的努力 她曾經去無線 接受過舞蹈的訓練 有在無線一些的節目 包括劇集 裡面演出的 表演舞蹈 是的 有些古裝的 也有 現代也有 他們在澳門推動舞蹈 是受到很多方面的人的欣賞 和讚揚的 嗯 講到雲龍舞蹈團 應該是七七年 七六七七年 我不記得 確實的日子 我想 你說 你說 你剛剛講 他們的造藝 不高 是 我是以 觀衆的 一個地方 去到某個水平來算 當時整個澳門 很多東西都不高 可以這麼說 其實不高 就應該是怎樣量度 如果量度澳門 它是很高 如果量度專業的舞團 它不是高 應該是這樣 是 我是以一般 一個城市的水平來看 因為我們看回 當年 民動舞蹈團 成立的近期 他們的七幾年近期 我們經常都會 對內地的舞蹈團 我們是 不是 知道這麼多 內地的時候 是 文革剛剛完 很多東西都局限 看不到 而講武道 華人地方 一定是台灣比較好 有兩個舞蹈團 一個就是文門 武澤 文門 林華文 一個就是 香港 我忘記是否叫城市 當代的舞蹈團 曹成淵 當時有很多 武道界的風雲人物 因為我所認 或者不是認識的人 聽過的名字 林華文和曹成淵 我經常聽過 他有些不同的舞蹈 包括巴雷舞 巴雷舞 巴雷舞又有毛妹 很多不同 毛妹是教跳舞的 是的 推動武道 尤其是 雲門武術 是一個以現代舞 現代舞 什麼叫現代舞呢 很多人說 巴雷是不是現代舞 當然不是 巴雷一定是宮廷古典武道 它現代是一個名字 不一定是代表現代發生的東西 就是現代舞的 它是一類的方式 很多人說 雲龍舞蹈團 是不是抄襲 雲門武術 是不是抄襲 不敢說 但是受影響 一定受影響 包括我看 因為當時 好像我們說曲藝界 澳門的資金 是比較薄弱的 所以 報警 當然是差別人 戲服 那些舞蹈服 又差別人 唯有靠一些布 靠其他東西 來補充它的不足 雲龍舞蹈團 有一個特點 我首先說它的成就 澳門在80年代左右 很少團體能夠承擔起 即是一晚 或者其實它不止一晚 它第一次演出 都兩晚 整晚都是舞蹈專場 當時 極其量都是一個 校制舞蹈比賽 那整個政府 當時不多 校制舞蹈比賽 就去到 九十年代 澳門很成功 後期的了 去參加一些國際的比賽 都拿獎 而且入三甲 這是後期的了 如果說澳門本身的舞蹈 推動 雲龍舞蹈團 一定是先驅 一定是先驅 近年還有街舞 你看到很多年輕人 有時候在夜晚靜點的商場底下 跳街舞 那樣都有 首先你剛剛說到一件事 雲龍舞蹈團 會局限於資源 服裝啊 報警啊 原來全部都是自己做的 那班跳舞那班 小朋友呢 其實很多是 可能在讀中學 甚至乎 有些在讀小學 那時候 就夜不休 在那裏做起伏 所以我看很多的表演 是利用一些布 來組織一些線條出來 另一個美態 那根本你看回中國古舞 都是利用布 構成了 發來發去 水咒也是其中之一 那即是說回 雲龍舞蹈團 就是它那個 當時的組成 主要由 就是聖略修中學 的舞蹈組 作為他們的根基 那及後呢 就向外招生 向外招生呢 招到幾個 就是在當年 文藝界澳門 非常之 本身已經 負盛名的人 我首先說兩位先 第一個是李雨良 大家都看很多文章 我們叫做阿雨良 阿雨良呢 就是參加雲龍舞蹈團 另外一位呢 就是當年在粵劇 或者是劇社 很有成就 或者是很熱心的人 鄧亦生先生 嗯 阿佩 我好像不記得 他那個 那個 花名是否叫做阿佩 那這兩位呢 都是帶魏去學師的 就是因為它兩位呢 本身是那個 一個 一位就是話劇界 一位就是 都喜歡一下粵劇 其實兩位都是話劇界 一個魏苗 一個曉郭 那魏苗就是鄧亦生 曉郭就是李雨良 但是呢 鄧亦生呢 本身呢 就是喜歡粵劇的 所以他們是演出了幾套戲 當時是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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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苗 變成了 成長 是吧 他演出過 有兩齣戲 其實都不錯 就是一個是哲學 一個是雙槍龍 那 就是講回當時 雲龍舞蹈團 是帶動了整個澳門 那個舞蹈 那個熱潮 因為呢 就是你看到一樣的 他是兩晚的演出 幾乎都爆棚的 就是在公教大會堂 當時 現在叫澳門大會堂 就是最大的演出的場地 我也在那裡演出過 是吧 最大的演出場地 就是公教大會堂 所以呢 我覺得呢 他們的成就 就是你不要說 嘩 沒有多少人 怎麼會 現在 金剛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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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剛大道 那個 那時候幾百座位 不要這麼看 就是你看澳門 後來就確闊過 那個大會堂 你有多少人 才得到澳門本身 對不對 好了 這樣就 兩位 先生 就是我們叫做老師 是 陳偉政和李苗蓉 在這方面呢 他們兩夫妻呢 是非常之熱心 無常 在這裏推動這件事 你說 他們本身是在那裏任教的 但是呢 那個 舞蹈團呢 我相信用的時間呢 跟他們本身的政績 是不相伯眾的 所以他們就 時間有問題 不過我們講長一點點 首先 我問你 由我問你 你回答就簡化一點 你認為雲龍是否一個成功的舞蹈團呢 在我的看法 絕對是 我都認為是 絕對是一個成功的舞蹈團 那既然成功 你覺得它的影響力 是不是都是大呢 不是說有沒有 是不是都大呢 有一件事 我覺得是大的 我都表態 阿宇Sir 你經常提及一個問題 為什麼粵劇不入校園呢 你知不知道雲龍舞蹈團 當年 培訓到出來的舞蹈 舞者 多少在學校組織舞蹈團 是啊 其實呢 當然 你說 他們比賽得不得到獎 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呢 由雲龍舞蹈團出來的舞者 去推動舞蹈呢 功不可沒 好 所以我就問你 影響大不大 公然大 公然大 好 我繼續問你 當年 因為 自己的原因 陳偉政 就移民 我覺得是可惜 如果他不是移民 是繼續發展 這個如果是成立的 不同一些政治上的如果 你可以不回答 如果繼續 是不是應該 他們雲龍的貢獻更大呢 肯定啦 是不是 好了 斷了層了 現在怎麼辦 如果他們 現在 年紀又高了 去到六十幾歲 回來 澳門 可不可以繼續 有些發揮 我都希望 能夠做一些講座 都帶動到人的興趣 你認為可以嗎 我就這樣看 因為 雲龍武道斷 事實上 停了太久 那些人不記得 不要緊 他們有根兩 可以講故事 是的 但是 這班成員 都年紀大了 即都 六十歲 你想想 197 我算是1980 因為有些年輕 他有幾代人 是的 但是動師 就是六十幾 是的 所以變成 其實是他這樣 雲龍有一個特點 就是說 一代教一代 就是 陳偉政 李妙蓉 培訓到的人出來 吳漢賢 其中一位表姐 阿沈 我們叫做阿沈 他都是負責去培訓 當時有一件事很特別 他們有個BB班 很小的幼稚園 一年一級 那這班人 其實現在沒有很大過 因為他參加的聚會 四十歲 是有些三四十歲 其實當時是跳 幾歲 十歲 小小的小朋友 小蜜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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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三四十歲 好了 你剛才問這個問題 我只是這樣說 可以作為一個回顧 可以作為一個精神 繼續問你 我們有沒有條件 邀請陳偉政 因為他有時候回來澳門鄉 上我們節目 你覺得 有條件 他也跟你的老友 你 又要再說 他是我的師父 你很聰明 學什麼都可以 你有沒有興趣 跟他做一集 因為你跟他 師徒做一集 我又可以跟他做另一集 好嗎 當然這個是美事 跟著我講的事情 很有機會 阿規哥 我們都有聽眾朋友 觀眾朋友 打個電話進來 廣先生 如果我用電話聯通 陳偉政先生 和大家聊天 行不行 看看他 不如要合適時間 我知道 很容易合適 例如現在已經可以了 他很早起床 現在已經醒了 好嗎 我們量一下 有機會 跟阿sir 我不是叫他做陳偉政 我叫他做阿sir 你特別是專師重道 因為你有傳統華人的美德 可以的 好 多謝阿輝哥 由阿輝哥 能夠達成 這個我很開心 達成陳偉政先生 做一集 好 多謝阿輝哥